那為什麼要有國際的眼光呢? 這個 G20 G20 的會議流出來的一段影片 是我看過 It's sad 最可悲的近代史的影片 Justin Trudeau 這個傳說中古巴獨裁者 Fidel Castro 的雜種私生子 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證實的陰謀論 我不認為是真的 看過了這個影片之後 我更認為這個陰謀論是假的 因為Fidel Castro 是一個非常強硬的一個人 他夾在兩個世界強國之間 就在美國旁邊實行共產主義 擊退了美國的 CIA 策劃的 Bay of Pig 那個古巴政變 繼續在古巴當他的這個驕傲的獨裁者 On the other hand Justin Trudeau 在 G20 跟中國永遠的無皇萬歲萬萬歲 習近平有個短暫的碰面 如果Fidel Castro真的是他爸的話 那這個孬種真的跟他爸 一點都不像 完全不合適 所以我們也不是那樣的盡情 如果有誠心 咱們就與共產經濟的派 來進行 很好 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 如果有誠心 我們在你的身邊 自由開放的開放的 我們會繼續有 我們會繼續努力 一起工作 但我們會有些事情 我們會有些事情 你會有些事情 你會有些事情 創作條件 我們先發生的情況 好 好 好 你會有些事情 謝謝 你會有些事情 習近平真的是 看都不看他一眼 真的是一個 沒什麼種的一個人 ok 這個這個這個 Justin Trudeau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 在家教育很重要 OK 加拿大 美國的禮貌 可怜的加拿大的这个领导人 加拿大左派的这个土豆 在那边扭来扭去 摇来摇去 在习近平面前 看起来胆战心惊的 跟小狗一样 多么的可笑 习大大很明显的 就是在这边当大哥 然后弱小的土豆 在那个地方跟懦夫一样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很可悲的 因为加拿大一直以来 被称为是 America's Top Head 美国的礼貌 就是礼貌就是 林肯戴那个很高的帽子 通常这是一个 地理课的玩笑 但是说真的 加拿大其实就是 美国延伸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美国文化 影响最深的国家 美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 最明显的地方 同样是邻国 加拿大跟墨西哥 就差非常的多 你去一趟就知道 你去加拿大就好像 我洛杉矶的人 去西雅图一样 美国曾经是 世界舞台的老大 两年前都还是 以前不会有什么 中国的领导人 跑过来跟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在那边指挥来指挥去的 胡锦涛来美国 小布希说 你不能进白宫 就是不能进白宫 白宫只有自由的国家的领导人 才可以进入的 以前 这个 其他的国家 藐视西方的领导人的几率 基本上是零 除了你是什么 ISIS 还是什么塔利班之类的 但是 现在却发生了 而且就在国际舞台上面 因为 美国失去了世界舞台的影响力 西方文化正在全面的下坠 或者是 土豆这个人 就是一个很脑中的一个人 你看他跟川普碰面的时候 就知道 就是摔那个地方 跟小白兔一样 不管怎么样 现在看到的就是 中国影响力提升 以前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他正在衰退 而且这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是多年来的政策导致的 就跟每个国家在那边说 生育率怎么这么低啊 OK 美国这边也是 民主党参议员 Chuck Schumer 才在那边说 美国人都不生小孩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一堆非法移民放进来 让他们当美国人 让他们取代现在的美国人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讲 Chuck Schumer的那个影片 不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立法委员 能多愚蠢地断送自己的国家 跟自己的主权 甚至破坏自己国家的法律 现在比以前更多 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一个群组 没有在自己的一种 在自己的一种 我们的唯一方法 我们在美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是如果我们欢迎 和招待移民 梦员 和所有的 因为我们的最终目 是帮助梦员 帮助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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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就压低了薪资 工人的劳动力更不值钱了 没有钱的家庭 就会比较不想要有小孩 还包括所有的什么 性爱自由的法律 彻底的重新定义 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破坏婚姻价值 还有什么堕胎合法化 提倡避孕运 逼迫 逼迫女人一定要工作 从我妈那个时代就开始了 在台湾 就已经被美化成 我们允许女人进入职场 我们在帮女人得到经济自由 我们在让女人有这个机会去 哪个科技公司的工厂里面 当女工做晶片 我们解放女人 释放女权 但是实际情况呢 这是绝大多数女人想要的吗 或许某些女人 但是我认识很多女人 她们是想要在家里陪小孩长大的 很多女人是想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女人必须要去上班 在美国一份薪水没办法养活一个家 然后这些在工作的女人 要付一堆钱 给另一个女人来养她自己的小孩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劳工制度 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是在逼着女人去职场工作的 而不是在给女人机会获得经济自由 这些不是突然或是自然发生的 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政府通过的法律政策导致的 女人之前就可以选择创业 而且有工作 只要她们做的比别人好 她们的机会就还比男人多很多 我打个比方 Coco Chanel 我之前是做服装的 所以对这个产业的历史比较了解 二战的时候的法国 很多服装公司都被被迫关闭的时候 Coco Chanel 是唯一几个可以存活的 有一本书叫做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Coco Chanel's Secret War 中文叫做与敌共眠 里面说她 不只是可以在纳粹掌控的法国继续生存 活得还比一般的人还要好 还可以到处去玩 不只这个样子 她还用她的身体 换到了一个间谍代码 F7124 她的生意的手腕 让玄尿这间公司 不但在战争当中做的比其他公司还要成功 而且还成了国际品牌 这些都是在女权运动出来之前就有的了 女人之前就可以选择 而且女人比男人更有空间 还更容易被原谅 现在还在买玄料的人 哪一个被说是在支持纳粹 这一切都是我们政策导致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什么 生育率低迷 都是我们政府的政策导致的 是我们政府控制导致的 就跟我们美国的衰退 还有中共的崛起一样 10年前还是11年前 拜登就说 中共崛起是好的 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我们应该要鼓励中共崛起 让他们成长变得非常强大 我不是在这边怪拜登 还有只在怪拜登还有民主党 当然拜登在美国政坛里面待了大概一辈子 他当然有一些责任 但是共和党也是这样想的 共和党的政策也是这样走的 两党都在鼓励中共进入WTO 叫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两党都放松中共的贸易政策 我们允许中共抄袭美国的智慧财产权 允许中共非法的货币贬值 我们允许甚至刺激各式各样 对中共有利 然后打压美国的政策 现在发生的 就只是这些政策的果实而已 我们跟我们北边的土豆 在国际会议上面被洗脸 就是这么可悲 好笑的是我第一次看那个片段的时候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还是在帮习近平加油的感觉 就是 这就是土豆想当独裁者的后果 这就是你放弃西方文化 然后想要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后果 你活该 但是事实就是这么可悲 看土豆被洗脸好像很爽 但是看到的就是 我们美国变得这么懦弱 连我们的礼貌 都被中共洗脸成这个样子 国际化的世界里面 是充满着很多不同的国家 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彼此沟通 彼此竞争 没有能力的国家 就会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 只为了加入到一个更强的体系 或者是联盟里面 美国一直以来就是 全球政府最大的阻碍 美国人很独立 某层面上面很霸道 美国可以很强大 直到美国自己认为说 我可以当这个全球政府的首领 简单的说就是 美国变成 或转化成巴比伦的时候 就是会出卖自己国民的利益 来换取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 这些什么 国际论坛 高峰会 就是一个祭坛 每一个国家 把自己人民的利益 跟权利 拿出来献祭 来得到世界政府的认可 撒旦的认可 要牺牲的就是每个家庭 人有了家庭之后 就会有私心 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奋斗 就像我 我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死 我不会为了任何一个人牺牲 但是如果可以保护我的女儿 我的太太的话 我在他们面前挡子弹 我都愿意 政府知道家庭的连结有多么强壮 有多么可贵 就跟所有的掠食者一样 他们要摧毁一个家庭的连结 就是要使用一个家庭最弱小的成员 那就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鼓励我们的女人去工作 去上班 说这是给他们自由 目的是不要让他们亲自教育他们的孩子 他们设立各式各样的政令 摧毁神造的这个婚姻制度 摧毁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区别 男人可以当女人 女人可以当男人 摧毁了孩子尊容父母的规定 撒旦或是世界政府 要摧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世界 因为只要没有神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相对论 只是每个人的感觉而已 只要没有神 领导人就是我们的偶像 只要没有安息日 我们就是必须每天工作的奴隶 只要孩子不孝敬父母 就可以摧毁整个家庭制度 只要以上的东西全部被摧毁了 我们就会认为说 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见证、贪婪 都是可行的 只要摧毁世界 只要摧毁基督信仰价值观 世界政府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成立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